Hello 大家好 我們到了第八集 為何發現他只有我一個呢 不如我們在這個時間 再介紹他出來 好 準備 請 我是光的粒子 我很害怕他做錯 我是光的粒子 剛才為什麼要這樣出場呢 因為我們要介紹 今集的主角就是快門 剛才什麼是快門 我是光的粒子 不是快門 光的粒子 當慢鏡重播 當打開 就是打開快門 光的粒子開始進入 關門 拆 就是關門 開同為關就是快門的 拆拆 可以快一點嗎 快門不是拆拆的聲 是這對門 拆 這對門的洞 拆拆 這個就是快門 沒錯 沒有具體的 我們快門怎麼用 可以在什麼情況下 不如我們聽聽 只知道一秒鐘的快門有多少 一秒鐘的快門 知道多少 一秒就一秒 不過我們先聽聽聽 聽聽聽 這麼久呢 來一次 閉著眼睛 拆拆 好 我剛才上集說 如果我拍一個足球員 他是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剛才一秒就拆拆 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聽聽 又聽聽 拍完了 再來一次 不如連拍吧 連拍幾張 連拍幾張 也可以 大家可以聽聽分別 是的 準備 第二次 好 就是這樣 一秒裡面的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開關的門 就是剛才的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那怎麼用呢 怎麼用呢 就要 depend on 你在拍攝的是什麼 例如我在拍攝賽車 速度很快 你不能夠把快門調得太慢 調得太慢的時候 所有影像都會蒙 又或者 上次也提過 如果你坐著一艘船 拍攝 參龍舟 你自己的船都在飄下飄下 那你的快門也不能太慢 因為你的門如果太慢 其實光的進入的時候 如果你一打開 太慢 入了大堆的時候 你拍攝的時候 那機的鏡頭還在動 其實那些影像就會變成殘影 所以為什麼要用快門用得快 才能拍到動感的東西 譬如我們以前偷拍 無論是運動 最常用 拍攝小孩子 動物 這些都是需要高的快門 因為小孩子到處走 很快的 狗仔到處走 踢球 打籃球 所以你要運用得宜 那你把照片才能夠有清晰的影像 所以之前說過 為什麼你們要用Hotman料 不要用我的一套 原因就是 因為起碼我們知道 譬如 舉個例子 有些人去拍郊外 看到瀑布很漂亮 有些人會用腳架 然後 慢一塊門 可能步幾秒 然後 那張照片 就像瀑布 但是石頭不動 為什麼 因為石頭 長時間都不動 但是水會動 你用範的一塊門 就是 當我假裝水 好 準備 停 停 那些水流 好像有一百萬個的水流 幾秒後 關門 那些水就會 好似 動 但是石頭 沒有動 有些時候 我們怎樣運用 什麼情況下 用什麼的門 就好看照片 照片 調整 沒錯 這一步差不多了 你們希望可以多一點實習 你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第一時間 可以微信我們 或者拾傷我們 在YouTube 或者Facebook 還有其他社交網站 沒錯 其實範門還有很多巧妙 當然一集說不完 不過 日後日子裏 可能講到不同的主題 可能有些時候 沒有火龍 什麼片鏡 為什麼又用一個範門 令到畫面有蒙 有些地方有清 有很多技巧 大家可以逐步學 但起碼你都要知道 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就是上次之前講過 重溫一下 ISO講過 快門講過 接下來我們應該會講什麼 還會 光圈 光圈 還有什麼 White Balance 還有很多 在相機裡面 大家少用的功能 這個 都需要大家日後慢慢去學 好嗎 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 拜拜 好,我先回去 麻煩你打開飯盒 麻煩你 進去 我又來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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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